耶稣基督在第13节的时候 他说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间主会来 那我们应当如何做好准备呢 这里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我想从全本圣经当中去归纳出一些重要的点 帮助我们来随时做好准备 活出耶稣基督的要求 第一 就是我们不要受到异端邪说的迷惑 我们应当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助 持守真道 这个很重要 第二 就是我们要用忍耐的心坚守信仰 为主受苦 即便是在一些地方 可能我们信主是会受到反对 会受到逼迫的 我们应当为主受苦到底 第三 我们应当努力的为福音来做见证 第四 不要贪爱世界短暂的一切 第五 我们应当按照神的旨意去过圣洁的生活 过一个有目标的生活 第六 我们要忠于神给我们一切的托付 尽责的去完成这些的任务 这个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比喻当中来探讨 第七 也是一样 我们应当善用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投资在永恒的事业里面 耶稣会在下一个比喻当中讲得更清楚 第八 我们应当用爱心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 即便是一些不起眼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一下自己的生命 我们是聪明的童女 还是愚拙的童女呢 我们刚才提到有人问一个著名的步道家说 如果你剩下最后的一段时间 你会怎样来过生活 我们也要用同样的问题来问问我们自己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 或者下星期来 我们的生活应该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应当随时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位新郎的到来 一致当他来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我们在那一场的欢乐的婚宴当中 是有份的